今日财经快报 今下年底充2750美元 Zone股价飙升近3%上调营收预期 特斯拉加州撞车起火事故 美交通安全局介入调查 新马联手造超级枢纽 巴菲特割仓Snowflake股价暴跌7.7QR 亏损扩大 奥运会经济效应 法国兴旺 德国遭遇寒冬 欧元区制造业 PMI降至45.6跌破预期 SK集团会长前期胜诉小三案 获赔20亿韩元 约央行应开言论轰动全球 总裁之田将遭国会质询 市场降息泡沫将破裂 美元复苏再望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美元走软 同旅Prices飞涨 金属价格上涨 同涨0.2%至每吨9271美元 旅涨1.9%至每吨2528美元 分析师认为 工业金属价格已从7月底8月初的低点回升 这反映出市场最终消化美元走强的影响 基本面因素得到了回归 当前金属价格上涨与美元过去一个月下跌3%的情况是一致的 亚洲经济的发展将在未来几个月对工业金属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并能源转型也将在本十年末对建金属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 超6% 明创优品打造24小时超级店新业态 明创优品 每股盘前涨超6% 报16.35美元 公司今年推出新业态24小时超级店 服务3至10公里内 消费者在线上下单 一小时送达的及时需求 目前已开出超200家 该业务以日用百货为主 客单价在30至40元 已接入美团和饿了么平台 明创优品将于8月30日举行董事会会议 已审批中期业绩 中间预计公司第二季度收入40亿元 同比增长23% 能IFRS净利润6.4亿元 同比增长13% 爱奇艺股价飙涨1盈利季即将曝光 爱奇艺IQUS股价盘前涨幅为1.62% 报价3.13美元 今天公司将发布第二季度财报 聚焦其业务发展和财务成绩 并据计划 公司高管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9点举行业绩直播 详细介绍公司第二季度的业务表现和财务情况 印尼选举法修订引爆抗议潮 股市本币跌跌不休 印尼议会宣布修会 抗议者反对议会拟修订选举法 这种修订被认为将有利于 现总统佐科 维多多及其继任者普拉伯沃 苏比延托的联盟 此前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草案 该草案与宪法法院此前的决定相举与 宪法法院此前维持了地方选举中候选人的最低年龄限制 并采取措施确保较小的政党可以参加11月的地方选举 抗议者焚烧轮胎 警方向越来越多的示威者发射高压水炮 学生和工人继续集会 一些名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在雅加达市中心向示威者发表讲话 印尼股市和顿币下跌 经济部门感到不确定性增加 Control risks 主力主任 Edmond Sokarsono 表示 他们必须评估政治和市场的稳定程度 前宪法法官Malford MD和前左柯内阁部长Thomas Lambon也加入了抗议活动 谴责议会的举动危险了印尼的民主制度 即使左柯试图淡化这场危机 但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金价年底充2750美元 30日联看好涨势 美元走软 黄金期货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下记录 周二触及2570.4美元的峰值 市场猜测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叙霍尔研讨会上为大幅降息铺垫 美元下跌 黄金上涨 30日联金融集团分析师认为 高于市场共识的金价预期 预计在美联储降息 央行需求的支持 以及黄金作为地缘避险资产的三重作用下 金价到年底将上涨至2750美元 Zoom股价飙升近3%上调营收预期 Zoom视频通讯ZM US股价上涨超2.8% 报61.96美元 公司公布第二财季财报 营收11.6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1.5亿美元 调整后 美股收益1.39美元 超出分析师预期的1.22美元 此外 Zoom上调2025财年销售和额利润预期 预计销售额区间在46.3亿至46.4亿美元之间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约46.3亿美元 按LongGAAP准则预计每股盈利在5.29至5.32美元之间 终止高于分析师预期的5.3美元 特斯拉加州撞车起火事故 美交通安全局介入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日前宣布 以对一辆特斯拉电动三脉半挂卡车 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车祸和火灾展开调查 该机构将与加州公路巡逻局合作进行安全调查 事故详情尚未披露 但这标志着特斯拉电动卡车在实际运营中的第二次事故 该公司去年开始推出电动卡车 只在减少货运行业的碳足迹 但是安全问题将继续受到关注 新马联手造超级枢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在努力将柔佛州的一部分地区打造成跨境经济特区 以提振两国经济 协议若谈成 将释放吸引大量外国投资的激励措施 并创造就业机会 柔佛州官员预计 跨境经济特区可创造至多1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到2030年可为马来西亚经济带来每年约260亿美元的增长 科技公司如英伟达和万国数据已经在投资数据中心园区 新加坡也将受益于此协议 新加坡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这一协议有助于克服资源瓶颈问题 柔佛新加坡边境的拥堵程度全球前列 每天有超过30万旅客穿越两国之间的两座路桥 划定跨境经济特区的话 两国将推出免护照的二维码通关程序 面向高铁项目的乘客 此外 柔佛州的数据中心热潮也展现出了 其从新加坡土地瓶颈中受益的潜力 该地区已吸引了来自微软和新加坡电信等公司的 总计于110美元的50多笔投资 贸易和制造业也将受益于跨境经济特区 创造更多的货物运输和制造业机会 巴菲特割仓Snowflake股价暴跌7.7QR 亏损扩大 Snowflake SnowUS谈前跌超7.7% 暴124.65美元 公司公布第二财季财报 营收8.69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8.5亿美元 每股亏损0.95美元 扩大至去年同期 亏损0.69美元 布局分析师预期的亏损0.89美元 公司预计全年产品收入33.6亿美元 高于此前预设的33亿美元 及分析师预期的33.3亿美元 但重申预计全年调整后 运营利润率为3% 分析师指出 Snowflake没有将收入预期的上调 与利润率预期的上调相结合 此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在第二季度 卖掉了持有的全部Snowflake股票 消除了投资者坚持持有 Snowflake的最有利理由之一 奥运会经济效应 法国兴旺 德国遭遇寒冬 法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 8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55 高于预期中值50.3 表明奥运会的举办 对法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 法国制造业继续下滑 PMI低于预期 经济学家认为 奥运效应不会在法国持续发挥作用 整个欧洲的经济放缓将影响到企业 同时 德国经济前景更加黯淡 综合 PMI爆48.5 意味着连续第二个月萎缩 该国经济复苏已经停滞 此外 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意外萎缩0.1 分析师预计 2024年全年几乎不会有任何增长 欧元区制造业 PMI降至45.6 跌破预期 欧元区制造业 PMI出值为45.6 创8个月低点 预期为45.8 前值为45.8 服务业 PMI出值为53.3 创4个月高点 预期为51.9 前值为51.9 综合 PMI出值为51.2 创3个月高点 预期为50.1 前值为50.2 SK集团会长前妻胜诉小三案 获赔20亿韩元 韩国法院判决SK集团会长崔泰元的同居伴侣金锡英 向崔泰元的妻子卢素英赔偿 20亿韩元因金锡英涉嫌插足破坏两人的婚姻 法院认定金锡英与崔泰元的不端行为 婚外生育 公共活动等损害了卢素英和崔泰元之间的基本信任关系 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卢素英去年以金锡英破坏了自己的婚姻 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为由 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赔偿30亿韩元 法院将金锡英和崔泰元的离婚诉讼分开审理 并判决二人共同支付赔偿金 日央行英泰言论轰动全球 总裁直田将遭国会质询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将于周五接受议员质询 市场将密切关注他的讲话 直田河南此前释放鹰派信号 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矩阵 日经225指数路德创纪录跌幅 虽然市场已经部分恢复 安康他的讲话仍然面临着慎重的考验 直田河南可能不会做出任何政策承诺 但会保证不在金融市场不稳定时加息 市场分析师认为 他的终极目标是不造成冲击 但需要面临着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讲话的讨厌 市场目前仍然担忧日本央行的加息风险 预计今年或明年将再次加息 直田河南的讲话将左右着市场的走势 他需要平衡鹰派立场和市场稳定的需求 市场降息泡沫将破裂 美元复苏在望 美联储7月会议纪要和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下调 巩固了即将降息的市场预期 美元触及近8个月低点 随后回升 分析师认为 调期市场重新定价年底前降息100个基点 但这看起来不可持续 美元可能会复苏 到此看起来不可持续 在这里看起来不可持续 最后一段时间感写到 减糊 监制 监制